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万聊 今天呢是腊月二十九了 给大家呢拜着早年 祝大家呢在这个新丑年啊 就是万事如意吧 因为这庚子年咱都够倒霉的 我估计没有什么人走运 咱们呢就只能祝大家这个新丑年 别进一步倒霉 这个有多好管也不好说 就能不恶化这就不错 那么这个新年咱们应该干什么 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呢 就是一家人围一块吃饺子 其实古代中国过年啊 真不讲究这些 那对于他们来说过年意味着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祭祀 立法中说这个年 有几种不同的教法 尔雅是天祭祭 夏曰岁 商曰四 周曰年 唐于曰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岁取星行一次 四取四十一钟 年取何一熟 宰取物中更始 他们认为啊 四十有序 万物有灵 天地间存在着神明 各司其职 每年到年终岁尾 这些神明也不容易 得犒劳犒劳 所以古代过年呢 一般是跟祭祀祈福联系在一起 各位神灵 您辛苦了 希望您明年呢 接着照顾我们 谢谢老几位 同时周礼对过年也有记载 叫做正岁年以叙事 就是说呢 过年是提醒人们 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 因为古代人生活主要靠物贡农嘛 新年的日子呢 大概都在冬天的末尾 所以这个日子就提醒人们 农贤妻过去了 收着收着该准备农忙了 下地干活了 准备农忙 这事好理解 无非呢 就是收着收着农具 准备点种子 而祭祀神灵的祈福方式就五花八门 大体上呢 分成皇家民间两部分 咱先说皇帝是咋祈福的 他们一般呢 都会在新年的头一天 也就除夕 燃亭辽 就在宫殿里呢 点一堆柴火祭天 要是国力衰微 可能就点几根木头 走个流程 要是赶上太平盛世 或者统治者浩大喜功 那这堆火啊 就点得非常热闹 大唐征官四年 太宗李世民 趁着突厥内乱 派兵齐袭 一举擒获了突厥的吉利可汗 顺道呢 赢回了他大妈 隋扬帝的萧皇后 严丑大唐日渐强盛 李世民决定呢 搞一次大活动 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于是呢 除夕这天 大伙呢 锦衣华服 把宫殿都装饰上 华美的丝绸 到处呢 点着蜡烛油灯 找来一大批歌姬乐手表演 然后在台阶下点燃篝火 把皇宫罩得 还跟白天一样亮 眼看如此盛景 万岁爷就有点飘 他觉得唐朝 被他治理的如此强伤 但总觉得呢 缺了点什么 仔细一想 没错 缺一个历史见证者 现在呢 这个场面得有一个人帮我证明 给我宣布 大唐的富强远远超过前随 于是呢 太宗皇帝就找来了这个自己的大妈 萧皇后 是吧 说这幅景象和当年隋阳帝在位时候的比 怎么样啊 其实内心的意思呢 就是这么豪华的大场面 也就是现在大唐才能承担得起 隋朝那个时候宫里怎么奢华也比不上 他以为呢 萧皇后这个时候能使点馅 捧捧场 说我当皇后十几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场面 再饶几句 陛下贤明胜德 没成想 萧皇后只是委婉的说了一句 隋阳帝乃亡国之君 陛下您是创业的人 不能拿他跟您比 李世民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 我都这么厉害了 你怎么就不愿意夸我一句呢 不行 你必须把我爱听的说出来 于是呢 就又问了一次 那边史官都准备记录了 下一步叫记录 前朝萧皇后 是怎么给太宗皇帝吹彩虹屁的 萧皇后的脸色渐渐变了 一开始是尴尬 后来逐渐转为同情 他说我当皇后的时候啊 赶上除夕燃亭辽 烧的那都是沉香木 一晚上烧二百车 那火呀烧几丈高 香味传出去几十里 而且这个火还不是光烧一堆 要烧好几堆 要是觉得火光烧的暗 还会把假煎香扔进去助燃 这是用各种名贵材料做的奢侈品 一晚上扔进去几百的 哦 李世民这脸打的哟 啪啪的 李世民也忒不知道这个 就忒不知铁 把他来左边让人打了 把右边上来让人打 所以这一次装逼失败 成为历史上最尴尬的一次祭天 但是总的来说啊 皇家的这个祭祀祈福 通常呢都是图个面子 那平民怎么祭祀呢 他们家没钱搞这种盛大活动 有钱也不允许 所以他们一般呢 就是插几根羽毛祭太阳 太阳在神话传说里 又叫三足神鸭 或者呢是拿一块树根祭龙王 那玩意儿斑斑赖赖的跟龙党带差不多 祈祷明年风调雨顺 这种原始的祭祀方式 从夏商两朝就已经出现 一直持续了几千年 东汉以后社会上很流行鬼论 就是生活中到处都有鬼 为了驱鬼 人们呢用在门上挂陶符的方式 来求自己来年平安 陶符也是来自于神话传说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一群鬼 为了镇家里边的鬼呢 有人在山上种了三千多里 具有驱鬼作用的陶林 除了陶林之外 山中有两位专门负责 缉拿恶鬼的神人 分别呢是神徒御垒 工作任务就是当鬼的领导 如果哪个鬼敢为非作来 神徒御垒呢 就把他们抓走为老虎 人们呢为了借用二位的超能力 就在这陶墓板上 刻上他俩的形象 或是写上他俩的名字 挂门上用来这个驱邪 到了这个五代 后蜀皇帝梦场 又在刻名字画像的基础上 发展出给陶福提字的新形式 他自己带头提了一句词 新年纳于庆 佳节浩长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春联 不过这时候 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联 他是刻在陶福上 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直到明太祖皇帝登基 有一年除夕突然发话 公卿世树家门上虚家春联一副 把这儿起这春联才算流行起来 从最早供羽毛供树根 到后来挂陶服贴春联 这中间呢经历了一段人们精神生活 逐渐丰富的过程 最开始人们没有什么精神需求 所以用的呢都是最原始的图腾崇拜 到东汉以后 关于鬼神传说逐渐兴起 人们的思想呢 也过渡到了英雄崇拜 希望神话故事里边英雄能帮自己驱邪 元明时期杂剧小说在平民阶层开始流行 人们也因此提高文化素养 才会写春联 编出漂亮话 希望明年呢能过得好一点 不过不管形势经历了哪种变化 春节的核心思想起伏 却始终没变 所以啊 这大家过春节 也尽量多点思想内涵的东西 别就是吃吃吃买买买 约约约 是吧 这个中国人把什么节都过成了情人节 这个确实是不太合适 是吧 特别是这个春节 这个这个这个给红包啊 给压碎钱啊 是吧 这个这个好多人都觉得都把这个春节的节 写成这个节后余生的这个节 是吧 有钱人过的是节 没钱人过的就是抢劫的节 是吧 所以这个今年又是疫情 很多人可能都回不了家乡 就地过年了 那最后呢 还是祝愿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啊 关于古人过年啊 咱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音讲堂APP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漫聊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欢迎大家在订阅下订阅我的会员票 欢迎大家在订阅我的会员票 欢迎大家在订阅我的会员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